好了 请你仔细看 右边 右边 你怎么知道说你的资料有被叫进来对不对 你刚不是做取得资料吗 我们刚刚做的事情叫做 ETL里面很重要的 E 也就是Extract 截取 中文叫截取这件事 好了 截取完毕 你总知道你成功的把资料取得进来的 在这里有看到吗 刚刚是不是缩小的 刚刚是不是长这个样子 后来 后来你是不是取得 取得资料之后 他是不是长这样子 这就代表你成功的取得资料了 可以吗 好 请问是不是都取得资料了 都做到这边了 我们已经做了很重要的 第一件事 以前 简单说 以色尔 他就是叫打开 开启旧档 对不对 你现在做的事情其实就简单说 很像开启旧档 但是 我们会把开启旧档 改成 E PL 那 最于什么是 E PL 先跳过 反正就是 这边就跟以色谣又不太一样 好 请问一下 你 你现在 你现在 那个 首先 可以点一下这个进口 这个大于这个符号 有看到 好 这就必须要去做资料清理了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column1是什么 column2是什么 对不对 好 那到底这 为什么发生这种事 等一下会告诉你 上来请你点 左边的资料 现在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资料内容了 有看到吗 最主要的重点 我只是要告诉你 你看 空子 空子 它变成是这样子的东西 不过这都不是重点 等一下我们都要去做资料 把它给清 清理掉就对了 可以吗 好 只是你稍微知道一下 这就是资料 这长得就像以色列 就对了 好 那 那 你这样子 你这样就可以 适时的去跟上 这个我的进度 好 所以 现在我们先学 第1个 就是把这个档案 储存起来 我会把它取名 来 请点 档案 然后 你现在因为第1次存 所以你点储存跟另存新档是一样的 0321 再来就是 版本叠 好 就是 10点半的版本是一 12点的版本是二 依此类推 你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 我都会放在那个成品观摩里面 好 点选 存档 谢谢大家